哈喽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现在学校开始上课了 大家是不是很高兴可以见到你们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但是高兴归高兴 请记得戴好口罩和保持距离 照顾好自己是对爱你和你爱的人负责任 嘿嘿,笨话不多说 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我们儿童替国的第十二集 让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尊重生命的根源 今天我们会学习十祭里的第五节 那就是当孝敬父母 在我们学习之前 让我们先用我们的歌声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 Let's go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送一首歌给我们的爸爸和妈妈 我们要向他们赐敬 所以呢,让我们用这首歌来送给他们 跟着我一起唱哦 小孩落实,敬爱耶稣 敬爱耶稣 小孩落实,敬爱耶稣 祝你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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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若是敬爱耶稣 敬爱耶稣 我们若是敬爱耶稣 敬爱耶稣 敬爱耶稣 我们若是敬爱耶稣 敬爱耶稣 敬爱 went and came out 台湾 敬爱耶稣 敬爱耶稣 你提唱 小孩落实,敬爱耶稣 敬爱耶稣 敬爱耶稣 教害若是尽爱耶稣救病庭 救病庭 救病庭 教害若是尽爱耶稣救病庭 救病庭 救病庭 教害若是尽爱耶稣救病庭 救病庭 救病庭 Let's go 救病庭 神是爱 让开你的心高声扬 神是爱 把它告诉个地方 看穿着天空和大深海洋 看穿着飞鸟和大风迷乱 看着一切为你 你和我一生 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 总我能体会 恩典总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看穿着飞鸟和大深海洋 到最高高下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神是爱 帮它在海洋 帮它告诉你 神是爱 帮它告诉个地方 它创造天空和大深海洋 它创造飞鸟和大风迷乱 它创造一切为你 你和我一生 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 总我能体会 恩典总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最高高下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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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 总我能体会 恩典总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最高高的山 万物都告诉我 神是爱 神是爱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一起来说 生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是的 神是爱 我们深深的体会得到 神是爱 神是爱 空气 总我能体会 恩典总我能体会 恩典总我能体会 随时我都能体会 从最深的海洋 到最高高的山 万物都告诉我真是爱 万物都告诉我真是爱 给我们主耶稣比个心 Hallelujah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已长久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小朋友当你们看到这条诫命时 会不会心里暗暗地感到不耐烦呢 心里想又来了 反正就是要我听话 听从父母的话 大概是小朋友最常听到的要求 但是神在这里所提到的孝敬 是超越表面上的听话 而是从心里尊敬你的父母 要孝敬父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们而来 在我们还没有能力照顾自己时 是他们付出时间、精力和爱来养育我们 也许爸爸妈妈有些坏习惯 或是没有照我们所期待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但我们还是要对他们保持尊重的态度 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心怀感激 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着想 让我们能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尊敬的态度除了听从父母 要我们守的规矩之外 还包括相处时的脸色、语气或是心里 想要父母时会不会有青毛、瞧不起的念头 是不是会以轻视、批评的话语 来向别人描述你的爸爸妈妈呢? 在父母需要协助时、照顾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他们呢? 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尊重他们也就是尊重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学习从心里来爱 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 大家还记得怎么把舌戒记起来吗? 对了,就是用一首歌把它记起来 如果你们忘了没关系 让我们再次向敏民族长学习这首歌 四节的第一节这样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生 第二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散说不可忘成耶和万里上帝的名 披四节当首安息人 无所当小金父母六所不可杀人 第七节不可见 因第八不可偷盗 旧所不可作家见真现爱人 第四节不可贪慕别人的东西 世界要我们尽心爱主我生 其次爱人如今也是一样重要 让我们学习爱神爱人 尤其是最难以啊 嗯 好累 累了 累了 在你中间 蜂蜂割凉 喂喂喂 你们先把地上的东西收拾起来 然后才休息好不好 好 这里先等一下 OK 等一下就等一下 啊 对了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哦 鱼 啊 吃的就这么快 收拾东西又不见得他们这么快 没有拌你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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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搞烧肉吃不到 好 用紧 我练一下我的狗猴 吃饱了 当然要休息一下啦 消化不好会肥的啊 yes 准备开玩游戏了 可以 哎呀 这几个家伙啊 吃完了 放一碗店又不拿去洗 啊 我主还要服侍你们啊 喂 喂 还不快点去洗碗啊 喂 还不快一点啊 要我讲多少遍哦 喂 无心机 哪有的在叫你啊 还不快点去 什么东西哦 明明是在叫弟弟一行 快点去 哇 哪里有哦 我昨天罢了干干洗 今天弄到大哥啦 哪里哦 洗碗第二个工作 通常都是女生负责的啦 是哦 什么东西哦 在家里明明就是男女平等的 OK 我已经讲了 我昨天刚刚洗碗了 今天轮到你 就是哦 很快点去 哇 你们两个男的欺负我一个女的 又怎样 你们能多欺负人少 你们以后怕你们啊 放阿哥一样 放我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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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样 嗯 我们两个人打一个 打快点 阿哥加油 快点 快点 打 快点 喂喂 你们 打打打打打打打 你们吵过了 没有啊 喂 停 快点 打 加油 打 打 打 妈咪 妈咪 不好了妈咪 晕倒了 妈咪啊 不要吵啦 晕倒就是晕倒咯 有什么大电视 嗯 嗯 妈咪 妈咪 晕倒了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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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去拿粉丝 淋下去 你已经醒了 有没有搞错 他弄取来 你妈咪 现在不是 重要的是 叫 叫 叫叫房源 不是不是不是 叫警察 不是不是不是 叫Ambunist 快点去找Ambunist的 给我号码 快点快点快点 妈咪 妈咪 帮忙吃妈咪 我是妈咪 大哥吴不唱非常的担心 因为他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是由他引起的 他觉得对不起吴妈妈 并决定想要见吴妈妈和他认错 所以就带着全部的弟弟妹妹打Grab到医院去了 我不怕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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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Mi 媽媽 媽媽 你受不了 我不會應該 受到調皮了 我應該要好好地出發病 好讓你沒人過可以取消 媽媽 快來死 是我的錯 我對不起你 請你原諒我 媽媽 不是的 不是的 是我的錯才對 我不應該跟我鬥氣 我應該乖乖去洗髮的 那天 本來是受到我的 我的 媽媽我知道錯了 媽媽你不要再死了 你可能死了 媽媽 不是的 是我的錯 如果我早點舒服 聽媽咪的話 你就不會倒下 媽咪 快醒來 不是 不是 是我的錯 不是 不是 是我的錯 不是 是我的錯 是我的錯 是 你 謝謝 我 你不想哭了 沒有媽媽最苦惱 沒媽的孩子像歌唱 離開媽媽的懷抱 幸福那一場 怎麼會在這裡 誰叫什麼在這裡的 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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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這個水來的 什麼啦我 不再多卸床啊 怎麼眼睛下臉媽媽都會了 媽咪 我願意離開我們 不要我們 傻孩子 我怎麼會丟下你們不理呢 雖然你們是頑皮了一點 但你們還是我的心甘寶貝 姨姆啊 你們可要聽我的話 不啦我又要暈了多一次 媽咪 對不起媽咪 我們以後不會再 不讓你生氣了 好啦沒事啦 我們可以回家吧 不讓你 哈嘍小朋友們 歡迎來到天國創藝時間 我是Queenie姐姐 我是CHennie姐姐 今天呢 我们要一起来做两个不一样的香架 是的 小朋友们可以自行选择 你自己喜欢的香架来制作 话不多说 现在我们先由Kenny姐姐来介绍她的材料吧 好的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 一把剪刀 一支江湖 一把尺 一个打动机 上面胶 绿色的彩色纸 一根绳子 一支铅笔 一个铃铛 还有你喜欢的贴纸 一盒彩色笔 还有我们最最最重要的 全家福 接下来我们看Kenny姐姐准备的材料有什么吧 好的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有 冰淇淋棍 也叫冰淇淋棒 你可以准备有颜色的或者没有颜色的都可以哦 还有我们要准备一个小夹子 双面胶 胶带 剪刀 小铃铛 和riburn 还有全家福啦 好吧 现在我们来开始我们的手工吧 好的 由Kenny姐姐先开始哦 首先我们准备两张浅色的彩色纸 然后在彩色纸上面画上大大的苹果 像这样子 Kenny姐姐已经早早画好了哦 之后我们就把它两个都剪下来吧 记得两个的尺寸要一样的哦 在我们剪的时候 让我们看一下Queenny姐姐 怎么样制作她的橡架吧 好的 首先我们要先拿出 十根冰淇淋棒 用八根把它按照你喜欢的顺序给排妹妹吧 摆好后再拿出剩下的两根来作为它的底座 用双面胶 黏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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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要黏上去哦 好的 黏好后 就要把双面胶给撕下来 好的 撕下来后 就把刚刚 你排好的顺序 给黏上去吧 接下来 在我们黏的过程 我们看一下Kenny姐姐在做什么吧 好的 我刚才已经换了两个大大的苹果 剪下来了哦 之后我们拿出我们的全家福 在其中一个苹果上 画上我们全家福的尺寸 画好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全家福 暂时先放在一旁 之后我们把我们画好的 往里面算0.5公分 我们再画上一个小的 0.5就好了哟 画上一个小的长方形 画好后我们就把它给剪下来 在这里我们要再做个提醒 小朋友们在使用剪刀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哦 或者你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 帮你剪哦 好的 在我们剪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Kenny姐姐那边好了吗 好的 我已经绵好了 绵好后会是这个样子哦 看到吗 接下来我们把它翻去后面 用riburn 把它给黏在那个后面的底座 用胶带把它给黏在底座 用胶带把它给黏在底座 把它塞进riburn里吧 好的 在我在做的过程中 让我们看回Kenny姐姐她在做什么吧 好的 我刚才已经把我们的其中一个 苹果剪成了一个洞 之后我们要在洞的四周围 再黏上我们的酸面胶 之后我们把酸面胶给撕开哦 好我们撕开完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今天的重点全家服务给黏上去 黏好后我们把第二张一样的苹果把它再黏上去 好的 看一下 当然我们的全家服的像架会是这样子哦 我们就开始来做张试吧 在我们张试的时候我们看一下Kenny姐姐在做什么吧 好的 我已经把riburn黏上去咯 它是这样吊着的哦 接下来我们把它给翻回来前面 用小夹子 小夹子用 双面胶 给黏 黏上一个双面胶 在黏双面胶的过程中 我们来看看Kenny姐姐在做什么吧 好的 因为我事先已经剪好了一个叶子青色的哦 我们就把它黏在苹果的旁边 之后我们再打上一个孔 之后我们就绑上我们的铃铛 我们就把我们的铃铛串在我们的绳子那边 把我们的绳子给绑起来 好的 绑好后 小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的相框 很像我这样子 飞飞的还没有黏起来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浆糊给黏起来哦 那我们黏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Kenny姐姐那边做好了没有 好的 接下来把刚刚的双面胶撕下来后 就把它给黏在 你想要黏的 可以夹着 相片的地方 黏好后 我们就可以把全家福 给夹上去啦 夹好后 就好啦 好 最后你可以用一些贴纸来做装饰哦 好的 在我黏的过程 我们再看Kenny姐姐完成了没有啊 好的 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装饰 你可以使用彩色笔或者你喜欢的贴纸 在我们的相框做上你喜欢的装饰 Kenny姐姐就发上爱心 画上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爱心 之后 再使用你喜欢的贴纸粘上去 再粘多一张 我完成了 好的 接下来你可以在家里寻找这种 这些可爱的锁石圈 把它给挂在这里 我也完成啦 是不是觉得又温馨又充满回忆呢 是的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把它挂在你们的家里 小朋友们要记得十届的第五届是 当孝敬 父母 是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父母所对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登空的时候也可以帮忙妈咪打扫做家务哦 好的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又是时候要说拜拜啦 小朋友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的饮食 求父亲热吃给我们 又求饶恕我们的罪 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福的 四四五对 阿们 小朋友们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快 我们的儿童天国又到了尾端 再次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和我们一起在线上崇拜 我们再次鼓励 所有的小朋友们一起动动你们的小手 参与我们的手工环节 并且把你们做好的手工 WhatsApp给你们的组长 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神秘礼物哦 想要得到神秘礼物的小朋友们 记得动动你们的小手 我们所有的组长 非常期待你们的手工 我们下个星期 同样的时间再见 拜拜